今天开始飙水,使用生物菌了,我们种的是山瓜 现在很多人都说,生物菌到底效果好不好,还能不能用了 实际上使用生物菌,有几个方面需要大家注意 第一个就是你选择生物菌,凡是减销快的,几天看到效果的,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生物菌 因为生物菌不是那么介绍特别快的一个农资产品 第二个就是看生物菌的成分,你看这个生物菌,它这个成分 它一个是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一个是纳豆菌等,它是一个多元复配的菌种 第三个就是使用的方法,我们在市场上买生物菌的时候很多人说 你做底肥的时候充施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啥你土壤当中要补充生物菌效果好呢? 是因为土壤当中有益的生物菌越来越少了,为啥会少呢? 是因为土壤的环境不适合生物菌的一个繁殖生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你补充了一次生物菌以后,因为环境不适合它生长 它在土壤当中存活的激励会有多高 所以说呢,你还要看厂家的说明 有些厂家说,使用一次啊,两次就够了,我建议你不要再用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真正的厂家生产生物菌的话 它会很明确的标注,基本上会要求你10到15天用一次 10到15天用一次,不断的一个土壤当中补充生物菌 因为你以前补充的生物菌,在土壤当中因为环境比较不好 可能会降低它的反殖能力,而逐渐死亡 你看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田瓜现在长,怎么样 这田瓜长出来还可以吧 这生物菌浇定制水的时候浇了一次 然后缓苗结束以后,然后在刁曼的时候又浇灌了第二次 今天浇灌的是第三次 你看这个田瓜长势,基本上在这高温季节啊 这个叶片长势,叶片的大小啊,叶利素的含量就明显 比以前的时候好很多 所以说呢,农户在使用生物菌的时候 一个是要选对生物菌,第二个呢 要掌握生物菌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到出来效果 如果你只用一次以后,这个叶片啊,各方面长得非常好 那一般情况下不是生物菌,绝对是声量调节剂 现在很多农户种这个白萝卜啊,已经开始出土了 有些种植户就开始问,关于这个白萝卜高产种植的一些方法 一般在前期啊,我们记住啊,因为白萝卜它这个产量主要是来自于肉之根 前期呢,萝卜主要是长叶子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高产 前期实际上,这个叶片的生长就很关键了 所以说前期呢,主要是养叶子,叶子过多以后呢,会合成大量的养分进去 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要防这个,就是土长问题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期你的高产管理啊,水肥的管控就很关键了 一般白萝卜呢,建议啊,五到六月期的时候,你这时候一定是订不着了 因为如果你这时候还不订不着,有可能就会导致你这个苗啊,过于潮 潮了以后可能形成一个土长 所以说五六片叶的时候一定是订完苗了 订完苗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浇水施肥 建议我们种植物呢,可以一亩地用五到十公斤的尿素啊,就是只用淡肥都行了 因为主要是养叶子嘛,这个呢,要根据你这个苗市的涨市情况啊,你的土长状况 涨市比较弱啊,这时候你实际上提高淡肥的用量 涨市比较好的话,还减少淡肥的用量 等我们这个白萝卜啊,肉质根开始逐渐生长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萝卜上面这个叶片呢,开始一圈一圈往上涨了啊,就是连坐期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入连坐期了 在连坐前期,是形成你萝卜最终产量的关键时期了 呃,这个时候呢,呃,建议我们种植物,你这个土长呢,别太干旱了,见识见干 那什么时候蹲苗呢,这个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完全不一样啊 其他种植作物一般是前期蹲苗,是吧,为了促进根系 但是白萝卜呢,前期不中蹲苗,养叶子 到基本上就连坐期的一层一层的时候,到第四层,第五层的叶片开始逐步展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适当蹲一次苗,这个目的干啥呢,让肉质根呢,再往下扎一部分 啊,这样的情况下,啊,对产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啊,以后期的管理这一块,啊,因为现在这个季节问题 以后到时,啊,马上要进入后期的时候 到时候我给大家再去讲解,啊,下一步的高占管理方法 去年,那个,就是夏秋季节,辣椒价格非常高 今年种辣椒的朋友就比较多了,啊,有朋友问我,啊,这个辣椒这块,今年长势不好 原因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主要有原因,啊,还是,今年这个雨水量比较多,啊,它不是说那种小雨 很多地方可能短时间出现那种大暴雨 这种天气就会造成你这个辣椒啊,啊,枯萎死亡的,比较厉害,啊,实际上主要原因是根腐病 因为辣椒啊,它是一个浅根细的作物,根细非常短 这样的特征的话,就造成了辣椒啊,它对这个水分呢,要求非常高,啊,洗水 但是,因为根细短嘛,又怕烙,啊,也就是说你雨水量太大了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出现根腐,到时候枯萎死亡,啊,如果雨水量小,干旱,那么,那种根细短 又造成啊,哪个水分供应不上,啊,水分供应不上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肥料肯定是供应不上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种这个辣椒啊,啊,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啊,这个辣椒的根系啊,习惯一个湿润的土壤 但是你又不可能天天喷小水吧,是吧,怎么办呢 我们的经验啊,训练的时候,才能什么方法呢 就是在你这个辣椒的种植行当中,包括在,呃,根部,啊,上面 你铺设一层稻糠,那就是稻壳,稻壳啊,进去 现在我们买的稻壳呢,一吨是五百多块钱好像是 基本上你一吨的话,你用好的话,可以用到一亩多地 效果非常好,你铺上一层稻糠一红呢,然后,可以有效地阻碍了水分的蒸发,保持土壤湿度 啊,另外呢,又降低了湿气,减少了,你想,辣椒的碳菊病啊,啊,这些病害的发生 我没有朋友问我啊,就是现在8月28号了,现在种这个大白菜,还晚不晚 正常情况下,这个大白菜,呃,播种时期呢,一般就在立秋的前后 你看现在过了立秋都多长时间了,所以说现在种这个大白菜啊,稍微有一点晚了 如果要种的话,建议我们种植户啊,呃,可以去种那个早熟的品种啊,生育期一般会在,呃,70天左右 早熟品种,它的生育期短一点,呃,但是呢,早熟品种有一个特点,哼,就是单科的重量 相对来说,呃,比较轻一点,呃,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你采用密质的方法,呃,根据这个每个 品种的白菜,呃,合理密质,采用这种方法去种,然后为了赶时间,那你在这个天天管理的时候 就需要去精细化的去操作了,你好比说,呃,如何去保证一波全苗啊,苗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啊,因为时间呢,是不允许你已经调整了,啊,建议呢,我们这个水肥的管理当中呢 水的管理,啊,就是你在播种之前呢,先土壤湿度,一定要保证好,啊,就是 在种子破土之前有足够的水分,给它,啊,最好先淹一下地,等这个种子啊 开始破土以后,这时候你再浇一遍小水,啊,记住啊,不要带水料,啊,这时期千万不要带水料 第三水呢,建议我们在拉十字的时候,啊,再去浇一次水 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苗会比较齐,这样的话,虽然说你播种有点晚了 但是呢,呃,对你这个产量,稳产,高产这些话,啊,尽量呢,去,呃,减少损失 从这样的方法种上了白菜,啊,品质啊,产量才能有所保证 嗯